糗了 下太快 下到太新宮那一條 現在 要再 走回去岔路口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你現在收看的是登山的人 那我們現在呢 在五野會館的這個 入口處 那把車子停放在這邊呢 我們等一下就前往阿能山的登山口 那為什麼阿能山叫谷關第八雄呢 因為當初在選定谷關七雄的時候 本來是有想要把阿能山 列入到谷關七雄裡面 但是呢 礙於那時候舊的登山口需要過溪 所以怕在溪水暴漲的時候 沒有辦法渡溪 難度會提高 所以呢 就沒有把他放進去谷關七雄裡面 所以之後的山友呢 開闢了新的路線 不用過溪 那 也就這樣 被稱為 谷關的 第八雄啊 那這邊呢 除了可以爬阿能山 也可以爬 唐麻丹山 那今天走的阿能山呢 也可以走到 白毛山 俗稱 阿白仲走啊 那可能需要 差不多 七八個小時的時間吧 八九個小時 甚至十小時的時間 阿白仲走的時間會需要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 撿阿能山就好了 沿著這個產道 往上 前往阿能山的登山口 那我們從 谷野會館 起登 大約要走隔 接近一公里 才會到 果園 那果園再上去呢 就是 阿能山的 登山口 這把車 停在谷野會館 空間比較大 停車位也比較多 不要把車 開上來 雖然 接近登山口的附近 有一些停車位 但是建議 還是停在下面比較安全 這邊有 藍天堆的 指示牌 阿白仲走 展望非常的不錯 對面就是 唐麻單山的 人線 抵達良亭 我們要 取左 這個小徑 慢慢的往上 前面這一段現在 有點貪邦 我們要 取左 從這邊 跌過去 大雨過後 大雨過後 山居的 地形 很容易 出現變厚 上來之後呢 一樣 繼續沿著 這個 水泥路面 繼續往前 現在來到這個 鐵皮公寮 那 繼續往上 就可以 到 市壯市神木 目前呢 我們上到這邊 海拔大概是 856 那距離大概是 1.7公里 耗時呢 半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 開始往前了 1.7公里 抵達了 市壯市 的 觀景平台 海拔 可是怎麼看 都少一顆啊 1 2 3 可能有一顆已經 倒下去當肥料了 那可以在這邊 稍坐休息一下 然後 記得啦 武衡山林 雖然這邊有設垃圾桶 可是應該沒有人在清 所以 還是把 自己的垃圾 帶下山 不要丟在山上 開始爬坡囉 沿著輪線爬囉 那等一下前面呢 會有 排電的那個 訊號反射板 排電 戒裝 代表 反射板到了 現在海拔 991公尺 我們花費了 50分鐘 抵達反射板 那現在 時間是 10點07分 大劍山 小劍山 馬輪山 八仙山 對面呢 就是 東毛山啊 夏天呢 如果來爬低海拔的山啊 有一個 壞處就是會蠻熱的 而且如果沒有風的話 會超悶的 現在 我們在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情況 目前沒什麼風 而且 太陽非常的 熱情 所以 水分 一定要 適時的補充 也要帶足夠 那岩塘的話 一定也要帶 不然 很容易 因為 流汗 導致 鹽分流失 最後 很容易抽筋 過了反射板之後 下一個目標就是 阿忍山 北北風 前進 我們 來到了 北北風前的 這個 石鋪路段 然後這邊 有些許的 展望 可以看到 大甲溪 還有 古關大道院 看到 三角點了 阿里山 阿忍山 北北風 海拔 1140公尺 走到這邊花了 一小時 10分鐘 距離的話是 2.9K 叮咚叮咚叮咚 阿忍山 北北風 現在我們離開了 北北風 繼續的往 阿忍山前風 前進 然後在要離開的時候 通到 通到 北北風的山友 兩位 現在來到了 仁縣 裸岩處 這邊要小心通過 那這邊可以聽到水聲 下面就是 曾經介紹過的 七重天瀑布群 總共有七層 那如果想知道 七重天瀑布 怎麼去呢 我會放在 右上方的 資訊欄 大家再 點進去看 要往前鋒路上 前面這一段 腰繞 需要 拉繩的地方 這裡樹根盤踞 所以要 小心好踩點 這段蠻陡的 回程下來的時候 也不好下 要非常小心 不然也不注意 會滾下山坡 這邊是我們這一次走上來的路線 那這邊 可以看到有布條 這就是 傳統路線 經過那個 探索 圓區 然後 沿著 溪床 切上來的 有看到一個 紅形的拱橋 那邊進去那裡就是 松赫部落 然後那邊呢 也可以上 唐麻丹山 或者是你只要去 蝴蝶谷瀑布 那蝴蝶谷瀑布 怎麼去呢 右上角 資訊卡 現在我們抖上了 寬林 那這一段的 爬升 就不會像剛剛前面 那麼的抖 會比較拼換 比較好走 現在 12點 我們走了 2小時 42分鐘 滴答 阿倫山前鋒 海拔 1520公尺 無基石 阿倫山前鋒 成功 現在我們在阿倫山前鋒這裡 休息 然後吃完了午餐 現在時間12點 23分 我們要 往阿倫山推進 估算從這邊過去 大概可能 半個小時 左右吧 那一開始 要先下坡 然後等一下到安部之後 再往上爬 這邊又有一個岔路口 這條路線呢 是從太新宮上來的 也是一條 可以走的路線 耗時會比較短一點 那 即將 抵達 山頂啦 最後5公尺 包場 聽說 地線展望不錯 可是現在 周圍 的樹木都長起來 到了 現在12點 43 從前鋒過來 大概20分鐘 阿倫山海拔 1540公尺 古關巴雄 二等 三角點 叮咚叮咚叮咚 叮咚 那從前鋒過來的這段路 比較濕滑 大家要小心 我剛剛 不小心 就跌了一跤 完了一下泥巴 阿倫山 不過還好 身體 沒什麼大礙 古關 第八雄 阿倫山 成功 老樣子 今天 敬地 敬大家 天啊 現在 1點14分 我們離開 阿倫山的山頂 要返回登山口 那大約 在2點多的時候 看溫底 是 被下雨的 所以 預計 回去 抓 可能 抓個 一個半吧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可能 有辦法回到登山口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趕路了 然後 雲霧也慢慢的 湧上來 所以 爬這種 重機山 一定要摘好 離線地圖 因為 這種山頂啊 都在樹蔭裡面 萬一起霧的時候啊 你 心急走比較快 可能就會 走錯路 糗了 下太快 下到太新宮那一條 現在 要再 走回去岔路口 回到正途了 等一下 走這邊 開始往下 剛剛這樣走錯路 浪費了 20分鐘油 不過還好有發現 再走回來 有驚無險 這種 終極山就是 很容易 一個不留神 就會走錯路 不過 還好 是有路的 不是那種 自己 迷途 走進森林裡面 因為我剛下 下下下 就覺得 這路好像不太熟悉 剛剛好像沒有走這種路 然後馬上拿 一線地圖出來 最 對 然後就發現 瞎錯條 馬上修正回來 3點 42分 我們經歷了 接近6個半小時 即將要結束 這趟的行程 快回到登山口了 那 在這城越道路旁邊呢 有當地農民的放流水 可以在這邊 簡單的用毛巾 梳洗一下 冰涼的水 插在臉上 就是爽啊 不然夏天爬這種 中西山 真的有夠熱 這水 很乾淨 這個應該是山泉水 源源不絕 那大家在這邊使用也要保持乾淨 只要把垃圾留在這邊 最後呢 我們古關八雄 阿門山 總共耗時了6個半小時 那行走的距離大約是11公里 然後 蠻適合來練腳力的 那新手可能會辛苦一點 山進呢 路基都很清楚 那除了有一段就是稍微有崩塌 需要 往左上切處 那裡比較陡之外 其他的路的話 路基都很清楚 那需要上切的那邊呢 也幫大家都 綁好布條了 最後呢 觀看完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關注更多登山的人的日常 我們下一座三見 掰